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台机床每年起码需要200至250片刀片 全市就要8万至10万片刀片 只要解决刀片打磨问题 即使只是可以回用一次 便可以少花四五百万的进口刀片费用 但我看理论上 可以修复回用的次数不会少于三次 其实节省的钱着落到每一家公司 每一台机床 看似并不会对成本产生太多影响 可是 革新改造不能单用金钱的成本来衡量 有些事啊 就像我们做排务 都是良心活 技改 要的正是这种细微的积累 不能抓大方小 好 你这态度很实在 有你这么想 我老头子磨磨蹭蹭 好长时间拿不出成果 你就不会嫌弃我 我明天会自己去你唱脸 你只要给我打好招呼就行了 我自己啊 改装了一辆 花两万块钱买的二手丧塔纳 非常好用 明天开局给你瞧瞧 随冰冰见柳军结束童话 好奇的道 哦耶 这老先生 比你一把刀老丈人还牛啊 汪总的牛 可真不比一把刀差 不仅技术好 做人也有品格 当年有造反派要逗他 结果不仅全是许多工人联合起来保护他 连请他修过渔轮的渔民 和他治农下乡修过打倒机抽水机的农民 也闻风赶来与造反派对峙 好多业内人士 见他得这样的 柳军起身 做出一个扶手贴耳的姿势 崔冰冰摸摸自己的脸 你老不看上去 是不是挺容易骗的 怎么到处是摸摸无闻的大神 柳军挥挥拳头 却很难向外行解释 汪总一出手 就是传统工艺中 最难最费时 又最不起眼 最不招老板待见的项目 这种人才是真技术人 他轻而易举 修整表代 崔冰冰看他的眼光 就像看神人 而机械行业的技改 离寻常人 是那么的遥远 那真是一个寂寞的角落 即使他想解释 崔冰冰也早转移兴趣到 申华东给他的近期研究报告上了 他只能作罢 两人挤坐到单人沙发上 一起看申华东给的报告 柳军打开活页 看到报告署名 先笑了 此人他认识 东东带来一起吃过饭 是他高中校友 大他两届 目前几乎是申宝田的副手 此人出手当然不会是反品 然而一份常规的阅读经济报告 却要申宝田的副手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 这其中已经可以嗅到 一点不同寻常的意味 高人出手果然不同反响 报告从国际形势开始说起 环环相扣的说到国内形势 又说到地方土政策 在这两个月里面的响动 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关联 因此对集团三大板块的影响 以及集团公司的应对提议 看完 崔冰冰点头 嗯 不错 很系统 这个人 你应该去挖来 挖不来 我只信技术人员 他志向更远 有点 像董总 柳军一拍脑袋 思路 他的思路很不错 我也会 我建立一个更明确的关联图 老婆 我申请熬夜 我先去煮个宵夜 你开始做 等崔冰冰做两碗青菜香菇面来 依稀听柳军在念念叨叨什么 他凑近一听 原来是在自吹自雷 哎呦 记性真是一流 年初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 天才 这逻辑水平无可匹敌啊 天才 哎呦 不就是几个数字吗 脑袋有料 天才 崔冰冰凑过去一瞧 电脑屏幕上已经是密密麻麻的关联图 柳军正在网里面填空 崔冰冰坐下 连线Google 替柳军查漏补缺 可是随着信息越积越多 电脑屏幕呈现一团乱码 凌晨两点 面红耳赤的柳军蛮横的 将正好好运转的电脑电源一拔 一脸沮丧 无穷变量 无穷充分关系 难怪我过经济学家里面那么多骗子 反正无法言解 呸 你这个死工科沙文珠 自己无法建模 诬赖经济学不科学 你还我一晚上心血 崔冰冰勃然大怒 柳军不理他 扔下电脑进屋睡觉去 经济现象中那么多乱麻式的关系 在脑袋里纠缠 柳军的脑袋烧鸡 他更沮丧的是 他真的看不清眼前的经济形势 将如何影响制造业 他不认为有些舆论说的 美国的房价下跌 与中国无关 A股股指的变动 不会延伸到制造业 他刚才建造的关联图告诉他 全有关联 可是 关联的结果 他找不出 因为存在无数变量 他无法将一条条的变量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理清 他缺乏认知 包括深华东集团那位高人的报告也不严谨 起码他现在已经在制图的过程中找到纰漏 崔冰冰跟进卧室拔拳奏下 可是两拳下去全无反抗 崔冰冰的长相在于吵架 只是夜深人静 难以施展 只得也郁郁而睡 可惜睡不着 一个满脑子乱麻 一个一肚子的脾气 两个人互不搭话 在夜色中呼吱呼吱喘粗气 也不知多久 崔冰冰终于气瓶了 低声道 你这么追求答案干什么 有没有答案 你还不是一样做现在的工厂管理 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没有 其实我看着股票跌 心里是欣慰的 这一年受热钱所困 又是加息 又是提高准备金率的 都压不下去 结果忽然股票就跌了 它跌得不单纯 我今天理出来的因素 有些属于政策 可以截止 而有些属于市场 影响难料啊 唉 不说了 又乱了 我不大会钻影 不懈扯大旗 我只能靠自己一副脑袋 赶上杨学那些能钻影的 其实 我也知道我这几年的发展速度 不如别人 我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能力缺陷 你太宽容我了 干嘛跟人家比呢 你做的挺好的 不好 我真不擅长管理 其实你应该批评我 欢迎汪总到公司来做小技改 我这儿 毕竟不是公立的慈善中心 你在技术上花的冤枉钱还少吗 不差这几万 所以说啊 我很任性 这样的人是无法赚钱的 又改不掉的 你看你刚才 一着手建立关联图 就像中将头似的 你就是这点心头好 可是不赚钱又开什么公司呢 我还不如快快乐乐的 做我的技术去 这是你爸害你的 你甩不脱 只有做下去 别多想了 做人一辈子的 不放纵点自己的爱好 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就愿意放纵你 你放纵你自己吧 我从决策热处理分场那天起 一直战战兢兢 单惊数怕 可我看别人都很洒脱 非常惊得起风量的样子 你看深华东 他们那份研究报告 虽然我现在已经看出 他里面不少纰漏 可你看整篇 洋溢的满满自信 这是我现阶段所没有的 我现在几乎很少肯定 全是疑问 我看不清 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 从那天起 一直怀疑到今天 疼非能活到现在啊 只是我好运 这个 你如果现在写份类似的 保证也是一样自信满篇 谁都是穿上一件铠甲 给外人看 其实都只是混日子吃饭罢了 我也每天都在心虚 每天都是鼓励自己 我是最能的 我做出的决定全部正确 哦耶 以后不如我们出门前对念吧 柳军没再开枪 用行动代替了语言 老夫老妻的 甜言蜜语不说也行 一个长长的拥抱 比什么话都说明问题 果然 早晨柳军出现在 公司员工面前的时候 早已是胸有成竹的模样 很是老神在在的 就汪总研制不起眼的刀片的再利用 提出告解 在计改问题上 不能因计改小而不为 正如研发中心门口 黑底小金字所宣扬的 技术改造世界 我们改进技术 技术在任何时候 都必须放在腾飞公司的首位 这时候的全体员工 是看不到柳军在凌晨时候的 那些胆怯 动摇 怀疑和自我否定的 他们一再的 接受柳军强硬的灌输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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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在一个多月 令人绝望的下跌后 重拾声势 期间有多种多样的 有关证监会的传闻 因此大众对股指回声的最普遍反应 这是股民坚决抗争的辉煌胜利 在如此气贯长虹奋发向上 股民翻身浓奴做主人的氛围下 信奉没有攀不上的坎的人大有人在 也正因为有六千点高位的标杆在 六十堂倾囊而出 逢底吸纳 以坚实筑底 而股指也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蓄势上升了 只是越上升 柳十堂越提心吊胆 胆怯心情比柳君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他一生经历风浪 所培养出来的警惕 几天里 他过得茶饭不思 像个赌红眼睛的赌徒 每天都是在眼前天旋地转的状况下 上床睡觉 他亲家公一见他就提醒他 务必注意心血管疾病 这种年纪最怕高血压中风 因此在股指上升到一定程度 手头囤积的股票已经保证小赔不赚的前提下 柳十堂完全清仓 空仓当天晚上 柳十堂心中那个失落 仿佛一个好员工被意外裁员一样的失落 等第二天拿着儿子给买的体检套餐 去医院体检中心做完体检 却又浑身舒坦 一夜之隔 血压竟然下降到正常 顿时头不痛了 眼白不充血了 口气不臭了 吃麻麻香 身体倍棒 只是手头的巨额现金必须立刻找到处处 柳十堂找冰冰讨论这个问题 可惜世晚轮到柳军值班待旦的 柳十堂在儿子家看到的是三从四德的儿子 而非儿媳 颇为不爽 柳军见不得老头子现前烫手 恨不得当天就用掉的德行 发狠说不如买一套市中心 开了近半年还没卖完的 经装修七百多万豪宅 六十万车库买一件 剩下的钱 能买什么档次的车就买什么档次 以后物业费生活费 反正都有他这个儿子担着 敢不敢 柳十堂说 你以为我做不出来 柳军以为他老爸一辈子也就那街道小厂老板的抠门德行到底了 手头噎千万巨款 住在市中心繁华地段老小区自得其乐 想不到时隔三天 他老爸就给了他一个惊喜 柳十堂保到不老 速战速决全款买下柳军说的那八百万高价的豪宅和一间车库 而且两者的产权都写在柳军名下 但柳十堂坚决不换车子 那价值六十万的车库停的依然是他开了好几年的军位 二手车市场折价可能不到十万 柳十堂说 做人不能太高调 买好车的钱还不如好吃好喝好玩 对外柳十堂声称房子是儿子孝敬他的 儿子对他不知道多好 要什么给什么 唯恐他不要 柳军背着这么个孝子名头很是汗眼 因老爸的房子车子全是老爸自力更生 他让老爸不要这么宰好处给他 但柳十堂却认定儿子孝敬是他最大的面子 儿子很有本事也是他最大的面子 人活着讲究个面子 他愿意把好处全让儿子顶着 自己糟老头做到底 怎的 于是柳十堂欢欢喜喜置办家具 才刚塞满一间卧室便搬进去住了 楼高三十多层 只住了糟老头子一个和五十岁保姆一个 颇有月宫中无缸与嫦娥的倾向 才住上一个月 古旨又掉头向下 柳十堂心中那个得意 与谷友聊天时候直夸自己英明 一点不怕谷友听得心头低血 柳军在一个星期后才冒出点怀疑 申华东家造的房子老头为什么不让他出面要折扣 老头凭什么拿到不错的九五折 明明这几年钻在股市里打死也不肯走开 怎么忽然说不做就不做 走得那么干脆 从来花钱都精打细算 手头的钱最多十分之一用来消费 其余用作再投资 怎么忽然倾囊而出只顾享受了 如此反常一定心中有鬼 可是柳十堂牙关紧闭 绝口不提 柳军什么都问不出来 京东的第一场雪 柳军在他把新家的落地大窗前看到 新家是大楼集中供暖的中央空调 更是硬的窗外肃杀不堪 今年的天气特别冷 大江南北雨雪纷飞 连这个已经好几年不下雪的城市也飞起雪花 柳军是趁休息天主动上门给他把安装家具 以免摆顶着个大孝子的名头 他带着淡淡来此 可惜淡淡小人家对三百平方米的大空间并不在意 而是使劲往小柜子里钻 钻好了就大声叫爷爷来找 非常掩耳盗铃 柳军不时抬眼看一下这对爷孙 怕淡淡太闹伤到爷爷 这一想忽然领悟到 他爸快七十了 想想老头子一个人住在大屋 他心里不忍 然而续闲的事已经说到耳朵生紧 他也懒得再说 从老头子买房这件事来看 他感觉老头背后有人 既然老头不愿说 他就尊重隐私呗 虽然住着西市豪华的房子 一家人吃饭还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口闷 一碗最合时令的牛腩粉丝汤 一条葱烧和鲫鱼 一碟油煎带鱼 还有清炒他科菜 清炒绿豆芽 柳军发现他爸的口味也变清淡了 崔冰冰周末要陪个总行来的钦差 这一顿是姓柳的三代人一起吃饭 柳石堂提到以前前进场的老黄找他帮忙 老黄小儿子读了个三类大学 明年毕业 四年级一开学就开始找工作 半年下来还没着落 希望能尽效益和工资都不错的腾飞 柳军一听是老黄就皱起了眉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可不敢要啊 元旦开始就实施新劳动合同法 谁还敢尝试让人触头的新人啊 我看吧 今年大学生就业得收这部新法的拖累 不要就不要 我也不欠老黄 以前可受够他的气了 新法说 做满十年的员工就得签长期合同啊 是不是 我们家新公司快十年了 那最早的一批人怎么办 蠢蠢欲动呢 我很头疼 我怎么也想不到新法能写成那样 意识形态很重啊 可见工朋友们心里还是马克思的那一套 将企业主视作剥削者 对剥削者就得剥夺他们的权利 也不想想 这样一来得提高多少企业的用人成本 我们工业区已经有一家服装厂 整个搬越南去了 就是征求意见稿出来时候走的 吃不消用工成本了 你别看各级政府都向前看 可真碰到这种与劳动人民相关的法律法规 他们还是把姓资姓赦分得很清楚的 这是大是大非 你别搞不懂 我们以为是国家现在富了 尤其是出口挣得外汇多的烫手 想借此赶走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 实现腾龙换鸟 出发点是好的 我一直也觉得很多企业太拿工人当牛马 可办法不行啊 企业太被动了 其他国家属于工会该做的事 我们国家用这部新法来解决 这样就很侵犯企业主的权利啊 那你能怎么办 你既然在这开公司总得听国家的 别怨了 再怨影响工作情绪 我倒不是想怨的 可是工业区最近召集各公司开会 学习劳动合同新法 杀气腾腾的誓言 元旦开始坚决贯彻新法 做不到重罚 他上面开会 我们下面早把对策传开了 非主要岗位工作人员 从劳务派遣公司外包 我们工厂不能倒啊 这么多资产没法处理 那些借租办公室的劳务派遣公司 今天开明天倒都没关系 还有很多办法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最终还得看实施细则怎么出来 否则谁敢用长期合同的工人啊 还说不折腾呢 还有的工厂本来就打算设备更新换代 用更多机械操作代替人工 用工沉稳提高 必然会走到机械代替人的一步 可新法催生了这一步 相当于早产 所以很多企业猝不及防 首先想到的是搬迁 搬到人工更低的越南 若是这一步水到渠成的走 很多企业应是自觉的 慢慢用机械代替人手 眼下的用工荒 其实已经让有些厂家 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然后逐步对有专业底子的大学生 产生招工需求 现在嘛 早产的反而是走向反面 大学生以后更找不到工作了 柳石堂赶溃 脱离一线才几年 转眼已经天下大变 变得他不认识了 儿子说的这些他听得懂 可自己想不到 可见他已经淡出这个社会的主流 但懂行的是他的儿子 所以柳石堂退就退了 最多赶快几声 房价还会不会跌 不过有人跟我说 我这套房子 市中心的房子 涨跌都是有限的 自住的 涨跌就别想他了 听说在深圳 香港来的炒房客开始抛售 有些受限银行融资的 也支撑不住了 这边还好 股票跌的时候 成交量特别少 跌了那么多天 现在是成交量越来越少 房子其实也是一样的 生意心里 哪一行都是一样的 二手房残了 柳君竖起身子 你还跟他有交往啊 胡说八道 我是提醒你 以后钱鸿鸣问你 借钱的时候 你得小心 没良心 哦 他前阵子刚问我借钱 没几天就还了 最近同期货又掉头向上 他手头紧张解决 他收入最大一块 在期货和套现 还有放债 二手房这块没那么多 柳诗堂一听儿子心里明白的 这才放心 他总是担心 自己忠厚老实的儿子吃亏 他放债 要是放给做股票的 做房产的 最近的市场再继续下去 他会不会收不回那些本钱 有 也有不少是给还贷的企业 调头寸的 我现在最担心他一点 银行目前 银根收紧 对贷款卡得很厉害 我们的贷款也被通知维持现状 别想再多 以前银行对红明外贸公司的 信用证额度不小 今后会不会收紧 那些借额度给红明的公司 会不会也遇到银行限制 如果这方面的资金出现紧张 红明需要调整策略了 不过 一般年底是银行放贷最紧张的时候 等新年开始 贷款立刻开闸 新贷员还等着提成呢 总之 不要再借钱给钱红明 不可靠 你又不图他的利息 答应我啊 柳石堂紧追不放 柳军唯有答应 但他还是补充一句 虽然到哪私人借钱 都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可是一个人的人格 还是有一定担保金额的 神格 他蒙过你一次 难道不会蒙你第二次 再高贵的人格 遇到危机时刻也照样破产 这方面爸爸经验比你足 文革那几年 爸爸该看到的都看到了 没好人 谁都死前拉别人做垫子 听话 父子各持己见 还是淡淡的插入 让父子两个结束话题 淡淡吃不惯如此传统的菜 柳军也不勉强孩子 答应淡淡吃饭店 淡淡要求不高 气壮山河的说出来的是大娘水饺 于是柳石堂亲自送儿孙出门 而且亲自帮拎着淡淡烫面包式的羽绒服 细心的赶在乘电梯前 将衣服包在淡淡身上 柳军笑道 我小的时候爸爸没这么细心 那时候没时间 现在时间多 柳石堂弯腰拉着淡淡的小手乘电梯 对于儿子大大咧咧 对待孙女的作风很是反对 这不放任他孙女自个儿乘电梯 儿子着手接电话呢 虽然柳石堂也知道这儿的电梯 对小孩子也很是安全 柳军接的是钱洪明的电话 钱洪明告诉柳军 他新买的一辆宾利雅致导货 他这会儿正开着回家 很快下高速 问柳军有没有兴趣试试他的新车 柳军倒吸一口冷气 宾利雅致 钱洪明居然买了宾利 得多少资产才舍得买宾利 柳军不禁则舍 不过他再爱车也大不过女儿吃中饭 他让钱洪明一个小时后给他递之 柳石堂在一边听着 等柳军接完电话 他随口问一句 谁买宾利啊 钱洪明刚提车 柳石堂一愣 看儿子将孙女绑入安全座椅 回身向他道别 才紧张的道 恐怕有诈 他们现在钱紧得很 钱紧是十月份 订车应该更早 宾利一般订车得半年才到货 也可能三个月 嗯 也有可能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就转让一份别人的订单 可买宾利 爸 你别这么紧张 洪明前两年就买了宝马M5 加税得两百多万呢 哎 你怎么知道他们前景啊 柳石堂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 但柳军又看到爸爸 与钱洪英接触的影子 柳军不再多说 带淡淡去吃水饺 他心里也是奇怪 钱洪明十月份 还问他借钱周转呢 这会儿就付款提车 难道就这么宽裕了 或许这就是钱洪明 那一行的特色吧 淡淡早饿了 在大娘水饺吃得跟小饿似鬼一样 柳军是吃饱的 坐一边看着女儿吃 等淡淡将碗一推说吃饱了 他才动手将碗里剩下的饺子吃掉 免得可惜 旁边一桌有一家子来吃饺子的 看着柳军的行为都很叹息 说现在的人 再穷也不舍得穷孩子 这家做爸爸的让女儿吃个饱 自己为省钱宁可忍饥挨饿在旁边看 可是谁不知道好吃不过饺子 所以孩子吃剩的几个饺子 做爸爸的葫芦吞下去了 真可怜 柳军哪知道被人这么议论了 他领淡淡去看钱宁明的新车 到了钱宁明停车的酒店露天停车场 见那已经聚了好几个钱宁明的朋友 好几辆好车就跟开车展似的 因此有路人经过举手机拍照 他带着淡淡很不方便 看了一下就告辞了 但很快就有车友通过各种方式 向柳军打听钱宁明 一辆车的影响力这么大 柳军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柳军如实交代 期货 融资 房地产 外贸 大家都感慨 这两年果然是做这几行的最佳年月 尤其是像钱宁明这种横跨这几行的 自然更是不同凡响 钱宁明的兵力来的正是时候 恰逢年关 他开着这车子又是接送小碎花上下学 又是参加朋友聚会 还得与客户吃饭唱歌既往开来 在本市街头出境率极高 柳军与一众车友聚会吃惯例的年夜饭 钱宁明听说后也要求参加 钱宁明还邀请柳军参加 大大小小的聚会 可柳军最近真抽不出时间 长江以南地区下起罕见的洞雨 这场洞雨造成有些地区的公路和铁路 双料瘫痪 而且似乎洞雨区域还有扩大的趋势 腾飞与腾达既有原材料 被卡在路上运不进来 害得公司生产断炊 也有成品卡在半路 未能按时送到货主手上 平常的工作秩序全乱 柳军需得坐镇公司随时调整工厂工作安排 有人提议要不早点放假 让老家不在本市的员工可以宽裕的回家 柳军也在电视上看到广州火车站近乎瘫痪 看到网络上有网友对几条瘫痪高速公路的报道 也看到本地火车站在报纸上发布的消息 他问员工们 回家的路如此艰难 今年还回不回家 回答柳军的几乎全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字 回 可是往北的公路还通 往南往西的几乎全断 从电视上看到 有些地区甚至全程断水断电 生活陷入困境 有几个员工最初还能与老家通上一个电话 但老家断电久了 手机无处充电 座机线路中断 员工们越是担心老家 越是联系不上 于是更加归心四界 完全无视沿路 已经有官方报道出来的大堵车 柳军唯有嘱咐 带上小被子和干粮饮水 可以在堵车时候讲究 也有不少员工最终选择了不回家 作为公司 自然得对他们在春节长假的生活 做点人性化的节日安排 而且本地也是一场冻雨 接着一场中雪 几乎每一个工程师 都会在大雪中不由自主的抬头仰望 车间大跨度的钢结构屋顶 担心按本地正常气候设计的屋顶钢架 承受不住积雪冻雨的重压 正常工作时段 上有车间设备熏出的腾腾热气 将钢屋顶上面的积雪融化 那么长假期间呢 大家最后不得不搬出最古老的办法 安排长假期间 无法回家的员工 在车间最空旷的地方架起几只柴油桶 燃烧煤炭 轰热车间里的空气 不让积雪在屋顶停留 这个年关平添了许多临时救急行动 柳军忙得不可开交 这是每一个做工厂者的宿命 唯有柳食堂最显 每天坐在温暖的房子里 看窗外白雪飘飘 庆幸自己英明果断的跳出股市 今年这种罕见天气 重创的正是国家经济最发达的片区 这么多日子的工铁运输瘫痪下来 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能不影响到股市吗 柳食堂估计春节后股市还得继续跌 虽然他也不知道股指又会跌到哪 但他是不会将手头有限的一点活钱 再投入到走在下行通道匍匐的股市里去了 还不如死心塌地的坐享晚年轻浮呢 柳食堂的春节计划定得很丰富 请儿子儿媳来中央空调的新家过春节 在新家宴请一把刀亲家夫妇 在新家宴请老友新鹏 他还是忙碌得很的 但也只有柳食堂这样的人 才能在冻雨灾难中安闲度日 而崔冰冰的父亲 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冻雨灾难中 忙得不可开交 一把刀频频出手 更加忙碌的是问饭吃的年轻人 春节后第一场应届生专场招聘会现场 人潮汹涌 进场人数更胜往年 可见谁都清楚今年就业之不易 另一边 外来务工人员的求职行动也早早启动 因为风雪所阻 好多外乡人滞留本地 春节长假还没结束 他们已经将工业区周边的执介所 围得水泄不同 仿佛去年年底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爆发的民工荒 全部到这里了 腾飞于腾达门口经常有三五成群的 年轻力壮的人前来询问要不要招人 但即使以养人才出名的柳军也在新的劳动合同法下选择观望了 因为不知道即将推出的劳动合同法细则又是如何规定 大家还是小心为上 毕竟市面上不缺具备工作经验的属手 而在新法下培养一张白纸的大学生是更大冒险 还是交给别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去做吧 很快 崔冰冰从他同行那儿获得一个情理之中的消息 钱鸿鸣于劫后刚刚申请的一笔两千万信用证卡在审批环节 估计今年这种从紧的金融环境下是开不出来了 其实银行还是清楚钱鸿鸣们开这种信用证出去是做什么的 遇到信贷收紧自然先卡到的就是他们 崔冰冰也估计柳军去银行开成队汇票的难度也将平添许多 而贴线时候银行会要求工厂提供更多交易证明 柳军想到钱鸿鸣那辆刚刚上牌的崭新兵力 按说买得起这辆车子的钱鸿鸣应该不会太受两千万信用证开不出的打击 但他还是小心为上向身为行家的太太请教 两千万会不会压垮鸿鸣啊 不会 崔冰冰说得很清楚 钱鸿鸣做的本来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民间融资 银行贷不到两千万 他只要啃出高息 总能从市面上借到 他有的是路子 民间多的是钱 为什么我借不到民间的钱呢 那么多民间的钱为什么不来砸我呢 我还是去年势力评的优秀科研创新企业呢 但崔冰冰只是邪逆他 懒得回答 因为柳军早在若干年前已经知道答案 一再地问 无非是心里不平衡而已 不过 有一就有二 我担心钱鸿鸣接下来 还会被拒待 如果在东来一比两千万 西来一比三千万的 他就麻烦了 家里结后还有零钱给你存起来吗 刚给了五万 据说其中有小碎花收到的压碎钱 这个你别担心 鸿鸣再紧也不会苦到妻女 我又没说他会苦到家里 我只是提醒你 哪天你收不到一月一次的零钱 说明鸿鸣有问题了 春节刚过 柳军就遭遇协议退订 三台几乎装传的F-1被暂时封存 因为外方来人协商终止合作 愿意根据合同约定赔款 这是柳军遭遇的第一次国外退订 他自然是抓住外方来人问个清楚 外方来人说 他们的公司财务状况遭受严重打击 无法维持扩张局势 唯有毅然停止扩张 保存实力 但具体原因来人也说不清楚 柳军唯有转告罗庆 想方设法将退订的三台 为外商量身定做的F-1 在国内推销出去 而谁都知道 推销这种量身定做的设备 依靠机遇 很难找到正好也需要 这种特定参数F-1的国内公司 二靠价钱 损失是必然 而且损失可以预见 不会小 既然第一声警钟敲响 柳军不会以为 这一次协议退订只是个偶然 因为他也从国外经济类报刊上 看到从美国刮起的次贷风暴 看到金融杠杆的收紧 好在包括大鳄如索罗斯等人预测 在石油 食品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 全都坚挺的情况下 再有金砖四国与其他产油国需求强劲增长的强力支撑 危机估计不会蔓延开来 不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衰退 当然 欧美等地则是难以避免 这不 美联储竟然紧急降息75基点 这几年 只见银行升息升息升息 以期迷平疯狂上升的CPI 美联储的忽然降息 谁都无法等闲市值 因此 柳军赶紧联系 已经签约F-1产品的各家公司 一轮问询下来 暂时无恙 倒是腾飞的欧美长期供货商 有几家已经传来财务紧张的消息 然而 柳军相信索罗斯所言 强劲发展的中国估计很难撼动 他依然非常怀疑 国家在年初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制定的全年4.8%的CPI 将如何达到 他与罗庆协商决定 今年市场重点放在开拓国内 与其他金砖四国的市场 钱弘明在三八节不打招呼 就亲自上门 咒美问柳军 与某某某的关系好不好 柳军一听 这不正是他开基本户银行的分行长吗 关系只是点头之交 便道 可是 你又不在那贷款啊 钱弘明 他在柳军捉对面 双手支住下巴 叹了生气 不是我贷款 而是我一个客户问我借了笔钱还贷 原本十几天后可以转贷 我就可以连本贷利收回 可这回跟银行卡住了 我想请行长吃饭 你一起出席帮我说说吧 阿三 我去请 还是你帮我说一声 还是我去请吧 哦 你是不是想让阿三把行长请出来 其实阿三基本上不与行长打交道 大师分行长呢 我们都是远远的瞻仰 平时与具体经办人私下交流 可以只见具体经办人吗 这件事只见具体经办人没用 钱弘明看了柳军好一会儿 才又道 我另外找门道吧 你最近有没有点空啊 最好连续一礼拜的时间 没有 我最近冰火两重天呢 出口和进口麻烦不断 内销却是虚火很旺 我们每天得有一条策略 我需要在场签字把关 还有 我热处理分场 建成准备投产 千头万须啊 你 什么事啊 我已经把家里和小碎花的移民办好了 可是我这阵子真脱不开身 也不能走 尤其是出境一长段时间 要不会有很多留言 而且眼下非常时期 我也暂时不打算 把家里和小碎花出境的事情公布出去 想把了解情况的人控制在小范围 可是我不放心让家里单独带小碎花出去 到那边需要办的手续很多 买房入籍 小碎花都入学 即使有可靠的中介 总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人盯着才能放心 唉 你进出口公司的同事 他们倒是可以 可估计管不住嘴巴 而且啊 关键是家里害怕与陌生人相处 尤其是娶了异国他乡的 红明 最近深圳那儿传来不少有关房产中介公司的糟糕消息 有的老板则是卷款出逃 你 我还不至于混到这种地步 移民是有早就打算的 只是拖到今天才办成 我主要目的的还是考虑到家里和小碎花的安全 像今天这个转贷转不出来 陷了我一大笔的 我首先帮他从银行想办法 若真不行 只好逼他找别的办法换钱了 你应该想得到的 你吗 我另外想办法 你说进出口的问题 柳军面对钱弘明皱起一脸的心烦意乱 真想冲口而出 答应帮忙送家里母女去澳洲安家 可他最近是真的无法离开 春节前后冰灾已经闹得一团糟 应收款于当时未收到 事后追讨就有点难度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一个展会也横插其中 他连三天都不能走开 何况一周 甚至可能更久 家里一个月之后成行 可不可以 我看看一个月之后 能不能挤出一周的时间 钱弘明摆摆手 我另想办法 如果一个月后还不行 我再找你 你说说你进出口遇到的问题 让我参考 举个例子 我有一种零件从欧洲进口 用的是AB两家公司的产品 最近用A家的 昨天特意打电话 去问了一下A的境况 就怕欧美已经出现金融危机 影响到A家的供货 稍待也问一下B家的情况 结果A家说 现在不应问B还好不好 而应该问B还活着没 B债几年扩张太快 账面负债太多 刚刚被银行逼迫产了 你没听说类似情况 我跟几个朋友交流说起此事 他们的合作外商也遇到类似情况 可见不是个案啊 嗯 我最近进口品种比较单一 还行 没遇到类似的 我这就关心一下 最近都忙借贷这块了 鸿铭 最忙的时候 更应该每天花一个小时出来 单独一个人静静地给最近工作 画一张全面的布局图 是的 我今晚就得安排时间静心思考一下 但是钱鸿铭很快就将话题扯回去 哎 你看美国的降息影响会不会传导到国内啊 我们国家会不会放开信贷 最近银行信贷真的是太紧了 我们一行好多人做得呱呱叫 跟我们平时要好的信贷员也说 他们今年的奖金惨了 我们国家前日子换热钱 导致通胀害得一层民众回头烧煤球炉 导致房价猛声到寻常有正当工作的人都负担不起 这很不正常 只是去年任何调整政策都是顾此失彼 驱逐热钱不是件容易事 所以都说国家政策被房市股市绑架 现在很好 热钱回流欧美 房价有企稳下降势头 股市也下跌 局势正趋于正常 适当引导一下 正好让在这两须里面逐利的产业资金流回产业 对于产业的发展很有好处 我不看好国家会大举放开信贷 纵容虚火动摇激出产业的发展 你以前说国家拿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我很不以为然 房地产业绝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那是畸形 有前车之鉴 国家应该不会允许房地产业再次绑架经济 去年的教训足够惨痛了 钱护鸣一直看着柳军 认真听柳军说的每一个字 等柳军说完又顿了会儿 他才道 看来你挺反感我这一行的 我理解 对个人而言都是对政策的顺势力道而已 有什么正感反感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留意大行事 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 若是这样啊 我得考虑收缩阵线了 是的 我 有些人提姓资讯社 但我想 不管什么性质的国家 经济发展总是应该将民生放在首位啊 钱护鸣确是看着柳军 狐疑的道 你真这么以为 那么一改房改教改 都是怎么出他的 柳军自嘲的一笑 善良的人们天真而宽容的认为 需要给制定政策者一个发现错误 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一套矫枉过正的新劳动合同法 明显倾向劳动人民 非常大义凛然的替劳苦大众伸张了公道 不管怎么说 尚未者肯定是清楚民心这两个字的 你有没有想过啊 他们在新劳动法里倾向民众 是因为他们这么做 掏的是你们老板的腰包 赢的是他们亲民爱民的名声 可教改 防改 医改等等 却是另一回事 那是要掏他们的药包的 所以你说银行不会放开信贷 我得回家再好好想想 你说的情况太过理想主义 太把他们嘴上说的那套当真了 柳军摊开双手 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好不容易才挣扎着道 哎 去年经济刹不住车 难道还不能继续教训吗 钱鸿鸣仰头考虑了好一会儿 他打心眼里想反驳柳军 希望驳得柳军缴些投降 然后他的心里会好过一些 哎 经济若真刹车 即使我这么个小卒子 有个风吹草动 都能牵出好几个官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什么影响 柳军微微一正 首先气血投降 若说刚回国时候 或许他还会坚持争论到底 而今回国这么多年 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不少 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接触不少 他能偶尔犯傻 可他更接受钱鸿鸣的一语道破 他只能无奈的摇头再摇头 一直摇到钱鸿鸣微笑离去 他已不知道该不该为钱鸿鸣庆幸 这个阴冷特殊的冬天 终于渐渐远去 等暖融融的太阳重返大地 柳枝最早萌发嫩芽 在大大小小的内壳边 龙出一簇簇的绿烟 脱去面包式的羽绒服的蛋蛋 在春季里长得跟心笋一样快 越发调皮可爱 闲下来的柳石堂 总是跟亲家母抢生意 总是大清早赶来将孙女带走 可把柳军和崔冰冰愁得不行 生怕江湖气十足的柳石堂 将蛋蛋带去搓麻将讲是非 不过这天柳石堂 依然是赶在柳军和崔冰冰出门前 来到儿子家 崔冰冰刚想把编好的谎话说出来 柳石堂先开口道 崔冰冰暗抹一把冷汗 赶紧领蛋蛋夺门而走 生怕公共反悔 这边柳石堂等儿媳一走 就对儿子道 钱鸿冰在做一个 上海什么大厦的项目 有听说 不过鸿冰没跟我怎么提 什么时候的事啊 柳石堂惊讶的 看了儿子足有半分钟 不是去年已经开始了吗 上海徐家会的一座大厦改造 我看计划 建成后会收益很好 钱鸿英 柳石堂犹豫良久 终于点头 对 他 去年开始 他就动仰我投资 我被他磨得烦死了 索性啊 抛掉所有的股票 买了房子 放到你的名下 他既旦你 从此不来烦我 但我听说 他募集到不少钱 利息都很高 我有个老友 问亲友们 借了钱 然后再借给钱鸿英 吃戏茶 可昨天他又来问我借 我怎么嗅出点 狗鸡跳墙的味道啊 我是不会借钱给钱鸿英的 他这种人 不会跟我讲良心 我的钱到他手里 等于白送他 我讲话 你也不许借钱给钱鸿英 这阵子鸿英没问我借钱啊 柳军犹豫了一下 没把钱鸿英 最近手头紧的事实 与原因说给他爸听 怕他爸恶意宣扬出去 而他终于明白 他爸退隐的原因 更想不到 那句被磨得烦死背后 还不知道有多少文章 他不愿去深想 只得道 爸 不见是对的 我这边资金一向紧张 也无钱可借 爸尽管放心 柳诗堂犹豫良久 钱鸿英不值得恨我 可又不敢得罪我 我看 他最想把我的钱骗走 把我的老命攥手里 不过现在 我认定他是狗鸡挑强 他 爸 你也别没事往他身边凑 柳军不肯再听下去 心里感觉 他爸不知道 做了多少没所事 只得皱眉喝止 我知道了 他现在可能狗鸡跳墙 能骗多少是多少 骗了就卷款逃走 对吧 我走了 我不想上班迟到 但柳诗堂既然鼓足勇气 对儿子坦白 自然不会无功而返 他跟儿子上车 絮絮叨叨的给儿子介绍 他的发现 目的只有一个 他要告诉儿子 他感觉 钱家资金状况不正常 让顾忌朋友义气的儿子 千万别上钱鸿鸣的道 但车子才进工业区 柳诗堂就晋升了 他惊讶地看着工业区入口处 整齐而老旧的标准厂房群落 惊讶地问儿子 哎 你看到没 那里围着一群人在干什么 闹事啊 柳军头也不回 又一家工厂老板卷铺盖了呗 这种租界标准厂房的小工厂 最容易卷铺盖 设备不值几个钱 可能也是租的 一看势道不好 连夜卷铺盖走 扔下一堆工人没出讨工资 山东那儿韩国小企业跑了不少 东莞港台小企业也跑了不少 我们这儿才刚开始 柳军有意打断爸爸 很是不堪的啰嗦 尽量将话说得详细 这种厂往往还人最多 怎么回事 有困难扛扛不就过去了 今年企业负担新增三座大山 一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门口那些劳动密集型工厂 最吃不消 二是关税上调 退税降低 门口那些厂 大多是做外贸公司发来的单子 最受打击 三是银根紧缩 国家本意是借此压缩投机资金的 到了下面还不是一刀切啊 连带我们工厂的流动资金贷款 也一起压缩了 可这些还是民的 大家都清楚的 那些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调整 还有各级政府 借口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搞出的这检查那达标 都要我们工厂拿钱出来 我经常对着自己的账本 想那些小家工厂怎么活命的 果然呢 一个个吃不消跑了 柳军江车停在车棚 一口气说完 才拔出钥匙 爸 今天我很忙 没时间陪你 你就随便坐坐 还是这就回去啊 你叫个司机送我回去吧 我又没什么事 我看看司机在不在 这几天柴油荒 两个司机经常得一整天出去排队加油 一次才给加二十升 有时候排一天一夜 才能加满一整箱油 柴油机用的油桶 也常年空着 批不到正常价格的油 唉 今年这日子 真是过得古怪 柳军堂糊涂了一下 果然是不管事 就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你回头 把我送到工业区后面的 公交气垫站 我做公交会就好了 这种天气啊 全当出来散散心 唉 别不好意思 你爸又不是七老八十的 坐堂公交 还不算受罪 哼 爸 你明明是个好老头 干嘛总跟钱红英家产不清啊 你自己也知道猥琐的 一直不敢告诉我 你说你何必啊 这是遭见你自己 柳诗堂淡笑不语 任儿子怎么说 都不回一句嘴 也不反驳一句 可就是不听儿子的 柳军拿他爸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好鼓着栽帮子 将老爸的公交 起点站一扔 扭头就走 可又忍不住 悬一圈折回身 擦着他爸停下 威胁道 我算是已经麻木的 你要继续的话 我跟阿三讲 明天开始 淡淡就不单独交给你了 免得学坏 不行不行 我敢 一句淡淡不让礼 柳诗堂只得屈服 口说无凭啊 你已经答应我好多次了 可没一次是言而有信的 这次我不会相信你 可你让我玩什么呢 你们不肯跟我一起住 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不喜欢 我就爱逗个钱红鹰玩玩 又没拿他怎么样的 我一大把年纪 还能怎么样啊 是他自己心浮气躁 做贼心虚 总以为我还想拿他怎么样 你也不晓得 这个人外强中干起来 有多好玩 好吧好吧 我不去逗他 那你得给我找点事情做做 柳军郁闷的瞪着他爸 你可以养狗养猫 种花养鱼 你还可以去会所喝茶打牌 人家不都这样过的吗 柳诗堂笑嘻嘻的 行了你回去吧 我上车去 你今天陪我讲这么多话 我一天都不会闲得慌了 柳军正正的看着他爸上车 摇摇头叹生气离开 他忽然发现他已人到中年 人说人到中年分身乏术 上有老下有小 一个人的时间怎么都不够分 想起来他确实忽视了他爸 好像更多时候是跟着崔冰冰 泡在岳父母家里 总觉得他爸人精一个 能将自己照顾的挺好 平时就少了过问 原来他爸也是有亲情需求的 柳诗堂确实坐在缓缓出站的车上 透过车窗笑眯眯的看着儿子 儿子的七寸太容易抓了 他估计儿子这会儿正猛烈反省呢 柳军果然是内疚了会儿 但是很快想到钱鸿英问他爸借钱的事 估计与钱鸿明这回借钱给人转带转不出来有关 又是准备将妻女送出国 又是让钱鸿英加紧借钱 估计钱鸿明那儿的资金链有点问题 可是若说钱鸿英借钱已经借到红眼的地步 为什么钱鸿明却不再如过去一样一个电话打过来 问他掉个五百万什么的 应该说虽然他现在因为热处理分厂才刚开工 而非产生效益 已经耗尽一切原有资金储备 可是开一份信用证出来 帮钱鸿明还是做得到的 也可能他猜测错误 钱鸿明其实应付的过来 只是钱鸿英想收拾他爸 他看看时间 估计钱鸿明这个夜猫子此时未起床 就给钱鸿明发一条短信 想不到短信很快回来 钱鸿明告诉他这一回能周转的过来 于是柳军便丢开了手 但是钱鸿明很为柳军的短信而高兴 借钱这种事人们躲避唯恐不及 也只有真朋友才会真心关心他 是不是周转的过来 尤其是他知道柳军现在手头也紧张 为此关心的短信才真正可贵 不过钱鸿明终于还是在圈外找到 可以送妻女去澳洲的人 是他的大学女同学 已在澳大利亚定居 平时已经没有来往了 可难得这位女同学 居然度假带国外出生长大的孩子 回国看长城 看建设的差不多的奥运会场馆 他一获知这个消息就喜出望外 赶紧带嘉丽和小碎花飞去北京 与同学见面 同学很帮忙 当场联络上钱鸿明准备让嘉丽 落脚城市的华人朋友 嘉丽总算可以成行 崔冰冰替柳军置办了一份体面的厚礼 送给家丽母女 而且为了保密 钱鸿明无法送妻女去上海 出行也无法兴师动众 崔冰冰和柳军先分头将嘉丽的几只行李箱 投运出来 藏在家里 在最后一天 崔冰冰借了银行贴满黑膜的奥德赛商务车 由柳军开车 夫妻俩带上蛋蛋 将嘉丽母女和满满一车行李 送去上海机场 神不知 鬼不觉的 即使有谁看见嘉丽母女上车 也绝不可能想到他们此去乃是遥远的澳洲 嘉丽从上车开始一直在哭 说不要去 崔冰冰也没什么可劝的 他估计他的劝说不中嘉丽的胃口 柳军也无法劝说 当着两个小精怪一样的孩子的面 让他怎么说的出口 好在终于有钱鸿明的电话打来 嘉丽抱着电话说个不停 其实嘉丽也没怎么说 主要还是钱鸿明在电话那头不断叮嘱 两人竟叙叙叨叨反反复复说了一成 崔冰冰除了与两个孩子说话 就是沉默 一直沉默到将嘉丽母女送入关 才常常输一口气 终于送走 以后他不用担心丈夫 总被别的女人理所当然的捉拆 他在回程的路上高兴得很 跟着CD与淡淡对唱 不仅是崔冰冰 连柳军都输了一口气 嘉丽在的时候 车厢可真是一片压抑啊 他也不管母女唱歌唱的兴奋 查话道 阿三 你认识陈其凡律师吗 女的 知道 有背景 有魄力 据说牛的不行 怎么 像你伸出玫瑰还是橄榄枝 好像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似的 只有你喜欢罢了 是东东打听了陈其凡 今晚和几个朋友聚会 准备装路过 去混一席 我好不容易从东东嘴里 撬出聚会饭店 我们晚上如果赶得及 瞧这闹去啊 东东以前追求过陈其凡 后来 插入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主播 两人告吹了 哟 这种盛会绝对不能错过 你盯坐没有 东东怎么想吃灰豆草的 我们要不要赌一把 东东家最近在股市损失惨重 他甚至需要卖掉一部分 战略投资的原始股 换取现金流正常运转 在房市也死羊活气的 买得两块帝王 退不得进不得 他心情很不好 因为他家那些大刀阔斧的 投机相关行为 大多是他主谋划策 他现在难见家中老父 哪还有心情泡妞啊 这时间才想起陈其凡的好处来 其实我前年已经劝他回去找陈其凡了 他不采纳呀 人都是这样 不到黄河不死心 至于结局需要赌吗 不过我一个单身朋友说 他27岁到30岁那阵子 是最想嫁的 那时候真是急得只要是个平头整脸的来追求 他都热情反馈 认真考虑 真正过了三十 尤其是三十四五开始 反而无所谓了 还先谈恋爱麻烦辛苦 陈其凡也到这年龄了吧 东东未必容易 柳军想都不想得到 赌什么 一个月的早餐 崔冰冰一想便立刻泄气 说什么也不肯打赌 眼看老公一脸得意 他很有一拳揍过去的冲动 等一家三口掐着终点赶到饭店 还是挺给申华冬面子 好歹抑制住心中冲动的魔鬼 不去捣乱 可是陈其凡不给申华冬面子 申华冬才刚厚着脸皮 在他身边落座 他就面无表情的 与朋友说声抱歉 拎起大包走了 好在申华冬自信十足 而且企图强烈 嬉皮笑脸的追了出去 崔冰冰一见就更不愿跟柳军赌 猎女怕蝉王 这是千古法则 倒是钱鸿鸣一听说柳军已经回家 就赶来凑了一桌 吃饭时候一直坐立不安 念叨怎么还没到 怎么还没到 柳军倒也罢了 崔冰冰看得惊讶万分 以前以为钱家夫妻的恩爱 都是钱鸿鸣装的 算是骗术高明 今天才知钱鸿鸣还真有爱 这边一顿饭吃完 家里那边还没消息 钱鸿鸣很想扯住柳军 陪伴坐立不安的时光 可是柳军有大客户来电 现在已经有空了 希望见面 因为明天就得乘飞机离开 钱鸿鸣只能放手 柳军那个大客户 来的特殊 历年从腾飞出走的人 有几个自己开启工厂 做与腾飞差不多的产品 业绩有好有坏 其中有一个从生产管理岗位 走出去的小屑做得最好 魄力也最大 他们占据从市区到腾飞的必经之路 总是以比腾飞定价低一层的定价策略 拉走许多腾飞的客户 发展到去年前年 若是以产品销量确定公司规模的话 那家公司的规模已经后来居上 去年初 那家公司投入巨资 比腾飞更早一步 更大魄力的扩张规模 引进大量先进设备 意图打造航母及制造基地 今天是那家公司新制造基地开机典礼 邀请许多相关人士出席 腾飞的这位大客户自然也在其中 但这位大客户会做人 吃完那边的庆祝饭 就溜出来与这边的腾飞老总柳军叙旧 这种叙旧柳军着实不愿去 这简直是被人拿后来居上者小屑的魄力 来反衬他的保守 可那是大客户 他又不得不去 大客户见面倒是很客气 那是个做大了的私营业主 拉着柳军一个劲的说 他用的产品分三个档次 出口的都用腾飞的产品 内销高档的用腾达的 放量扑货的才用小谢家的 他最信任的还是腾飞的产品 可他也得考虑成本 柳军善善的笑 可是第三档的量最大呀 真让人心里不平衡 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 这个价怎么保住成本 我就做不到 只好守着高价 您总说我不肯降价 我是真没法降啊 大客户道 你也可以做到两个秘诀 一 跑料 二 偷工减料 我相信 你要肯偷工减料的话 他们也不是你对手 有时候 我已经明示你这一批 可以偷工减料 你也不肯 不过这样也好 我把高档加工放你手里 放心 柳军继续善善的 品质管理这件事 易放难收 即使你们愿意 我也不敢有丝毫放纵 怕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带 不过 我算算成本 他们真有这个资金积累 做这么大的制造基地吗 借的 当然是问银行借的 我问了一下 买地才付了20%的款 土建和设备的钱 全是借的 我相当佩服他的魄力 尤其是现在银行 一字加息 贷款利率居高不下 银行费用得多高 我也有点做不到 我最疑惑的还是 他能问银行借到多少钱 现在银行卡的真紧 他那些借贷 按理该手当其冲吧 我侧面了解了一下 好像用到不少民间融资 刘总的新分厂 也是用类似方式 募集筹签款 一次大概可以借多少 我只在公司 才刚成立的时候借了一次 利率太高 吃不消 现在的民间借贷 行情还真不大清楚 最近银行贷款利率这么高 估计小谢那儿 每个月借款利率负担不低 客户沉饮了会儿 我让同事别跟着 就是想单独跟你刘总谈 南方那么多出口小厂倒闭 大多数据说是因为 借不到业务 我公司也是 现在做的外单 都是去年的订单 做到今年下半年得没了 新订单不是没有 但小 以前这种小单子 我看都不看 但今年行事我看悬 我让他们再小的单子也要 唯一要求是预付款 我连信用证都不到敢相信 就怕外方找空子拒付 我的高端成套机组 已经遭遇一次退票 幸好有预付款 损失还不算惨重 不过那三台遭退票的机子 已经做好 却只能打上牛油 在公司仓库里封存了 暂时卖不掉 听说好几家公司 遇到类似情况 包括我那些国外零配件 供应商也有倒闭的 我原本认为 国内不大会有问题 可现在看看 欧美的金融危机 可能会通过进出口市场 传导到我们国家 柳军有意补充了一句 我最近已经严控资金流 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就是担心这件事 现在问银行借钱的 怕银行转贷转不出来 银行今年银根明显收紧 我想问刘总 找私人借钱的 你们这儿 最近情况怎么样 刘总 只有我们两个人 请你务必 置物不言 我有一笔合同刚刚欠下 预付百分之三十 今天摸了他们心肠底子后 就不敢下决心 打出预付款 我们这一行里面 谁不知道谁的底下 他们那么大的负债 万一根子给银行 或者私人借贷的给抽了 不是得拿我的预付款 补西墙去了吗 柳军心里立刻明镜似的 原来客户派预付款 到了小谢手里出事 他微笑道 这个 我还真不方便背后说人坏话 我说说我们这些私人借贷的钱 从哪来吧 您自己判断 有些是问私人高息筹集 他们用更高利率放出去 吃息差 这部分的钱呢 比较稳定 暂时不会受银根收紧的影响 有些是效益比较好的企业 甚至机关 手头有大量现金 存银行难那么低的利息 心有不甘 也有些企业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 手头也有钱 他们一般是通过中间人 将钱存到指定银行 然后通过银行 将这笔存款指定贷给下家 这种就容易受这回 银根收紧的影响了 柳军点点头 嗯 还有玩信用证的贸易融资 开远期信用证 一般操作的好的话 近90天到180天里面 这钱的使用权就拿到了 有专人做这种方贷 一般他们进口的大多数 是国内不具优势的大宗商品 容易变现 有些还可以到期货市场套现 以进一步压缩这种贸易融资的成本 这回银行盯紧这种融资方式了吧 我们也有 都是你们沿海进出口发达地区的知名外贸企业找回来 还大多数是国企的底子 已经有人开不出信用证了 银行今年初开始警惕这种虚假融资 客户点头 靠这种方法带出来的钱 已经用到小些工厂那种地方去了 如果就先用这老旗 新的开不出来 是的 这条资金链上的 有些人已经很着急 还有不少办法 不过可能与我们做企业的关系不大 这一回客户是看着柳军深深的点头 你们南边的人真能想啊 什么控制都能让你们钻到极致 多谢 多谢啊 刘总下次去我们那儿 我先敬你三杯酒 总算是摸清楚你们这边的情况 有些事吧 我虽然知道你们这边在做 可总是隔着一层沙找不到准头 不晓得你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这下清楚了 刘总研究的真透啊 哼 我算是消息不灵的 不过 我对你知无不言 我现在怀疑国外订单为什么量小 他们可能也怕我们这边出事 宁可一次少签点合同 避免风险 刘军与客户对视一眼 心中都是有数 柳军估计客户明早就会找小谢 将合同撕了重签 找各种理由将大合同分隔成小块 以有效规避风险 他提醒自己也得如此 一方面是风险考虑 一方面则是尽可能的减少库存 保证手头握有现金 别让资金链太过紧绷 然而令柳军意想不到的是 大客户第二天下午 原该是已经上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 一行打车主动找上腾飞 将本事签给小谢的合同交给腾飞 而且老老实实按腾飞的报价钱 柳军心里很有点意外 可也觉得这是情理之中 他当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罗庆 让罗庆在未来的谈判中也运用类似策略 柳军以为自己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多少有点沾沾自喜 可几乎是不等他洗上眉梢 邻近城市传来经常登报的知名大集团 债务缠身轰然倒下的消息 显然在他刚开始动作的时候 有人已经危机缠身 柳军立刻想到钱鸿鸣 显然钱鸿鸣前阵子遇到的转带不灵 信用证开不出等事件并非个案 而是在周围普遍发生 迅速蔓延 深刻打击上了 他想到有家客户与那家知名大集团 有业务往来 便打电话去询问详情 详情其实不出所料 爆炸式发展 导致债台高筑 沉重的利息 榨干现有利润 当市场忽然出现调整 物价涨势得以缓和 然后有一家银行 见此收回近两亿的贷款 资金链断变了 顿时所有的问题 急中大爆发 而这家知名集团的倒下 牵连到许多民间借贷人士 和那些人身后提供资金的 个人于集体 柳军祥打电话问钱鸿鸣 有没有设计 但很可怕 钱鸿鸣的电话 百年难遇的关机 更可怕的是 钱鸿鸣的手机 从下午到傍晚 一直没有开机 柳军越打越是担心 连回家洗澡时候 还把手机放在客厅桌上 以便一有响动就能听见 崔冰冰领女儿回家 一进门就见到丈夫的手机在叫 他理所当然的接了 电话是家力打来的 家力也是一天找不到钱鸿鸣 非常焦急 自然来问柳军 崔冰冰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他反感家力屁打的事 也来找柳军 就说柳军出门了 手机遗忘在家里没带上 等柳军回来他会告知 三言两语就结束了 等柳军出来 他只跟柳军说是家力电话 解决了 柳军忙着对付蛋的 也就没当回事 等一家三口终于都静下来 他才想起再打钱鸿鸣电话 那边却是转成电话正忙了 他就留了条短信 不再担心 崔冰冰听柳军这么一说 一拍脑袋想到刚才回家 见小区路边 停着钱鸿鸣的兵力 又大又结实 太显眼了 他想忽略都不行 柳军揣上手机赶紧下去找 果然见钱鸿鸣的兵力 停在小区路边 他才走到车边 就见后车门打开 钱鸿鸣在里面奄奄的 柳军 进来 柳军感觉不对 扬笑 哟 别在里面优惠吧 优惠就不来你家小区了 不是自撞枪口吗 我正找你 来得正好 一下我不开手机干嘛呢 柳军进去 但坐到驾驶座 闻到好好的新车里 一股浓烈的烟味 就在这睡觉 等你回家 跟你商量个事 钱鸿鸣在黑暗中摸索几声 将一包厚实的东西 递给柳军 你看看 这是自我上班以来 买的没抵押出去的房子的 房产证和土地证 包括我正住着的那套 市区房 我最近缺钱 希望你买下这些房子 柳军将大报接住 诶 刚听说那个集团倒了 门口被讨债的堵死了 不会跟你也有关吧 这个跟我没直接关系 但肯定会扫到风味 你现在有多困难 我可以帮你多少 你别拿房子给我 我不会要你的抵押 你手头拿得出多少钱 我大致清楚 帮不到我 我前阵子一直在试图挽救 买这辆宾利 就是博取信任 证明实力 但想不到政策越来越紧 我试图填补的亏空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 我借出去的钱 却越来越难收回 这样看下去 就是把我堕碎卖了也填补满着亏空 现在我手头没别的资产 一部分给家里带去澳大利亚 不多 剩下的就是这些房子 我只敢找你变先 找别人的话 我可能今晚就得给得到音讯的人发落了 你是不是打算拿着房款潜逃啊 这是最坏的打算 但我跟你讨论过 我还是认定 国家不可能一直将银根这么紧着 我等贷款很快重新开放的一天 我拿卖房子这笔钱先掉进 只要形势有好转 我可以立刻翻身 这房子唯有放到你名下 我才可以现在还每天住着 也不会有人知道房子已经过户 等未来形势好转 我也可以把房子输回 只有你能替我守住这些 你把房本拿回去 这些钱我招数给你 不 房本得给你 一定要给你 万一我输个金光 起码我还能从你手里讨一个地方住 而且 万一我输成富翁 债主肯定先拿我的房子 放到你名下 他们就没办法了 其实这些已经是不很值钱的房产了 除了我现在住的 两套别墅早已抵押给银行 上海的房子也已经抵押 只剩下这几套房子 你上去跟阿三讨论一下 我明天等你答复 我走了 你下车 柳军一直借陆灯光仔细观察钱鸿明 见钱鸿明憔悴了许多 但两只眼睛血亮 似是亢奋 想到钱鸿明哪都可以睡觉 今天却在车上关掉手机睡觉 柳军心里想到了什么 你最近是不是难以回家 问私人借钱停窟窿了 上海一座大厦的改建项目 就是筹资借口 钱鸿明常常叹一声气 没有回答 摊开四肢半躺在后座 仰望车顶 如仰望星空 你真疯狂 你们姐弟一起疯狂 怎么办 这几天驻我公司研发中心去 有保安和全套安全系统 不至于 还不至于 我能应付 继续拆东墙补西墙 为什么不考虑一刀子止损呢 说得轻巧 这刀子除非是法院切下去 我论有用吗 你别问了 你完全是局外人 跟你解释清楚这些骑马的一周 我只要知道你在这里 开着手机 我有事找得到你就行了 你回家跟阿三商量一下 行的话 明天让阿三跟我姐联络 让他们两个专业人士做这事 必须手续清楚 绝无纰漏 如果我被起诉 根据明示诉讼法 我必须汇报执行之日 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这个正当交易 最容易被推翻 所以必须是涨价 刘军 你放点血了 个人在大环境下 简直是蚂蚁一样微小 你手头现金够不够 目前还够 不够了问你 钱鸿鸣依然抬头望天 说话有气无力 你说的那家倒闭集团 我这几个月其实一直关注着 很意外一个现象 那些个人债权人竟然非常干脆的走法律途径讨债 而不是自谋出路 我今后恐怕也是一屁股观色 柳军犹豫了一下 法院可以对负债人的法人代表限制出境 你如果实在走投无路 赶紧 潜逃容易 想回来就难了 而且我姐没移民 我走了 所有的矛头就对准她 不管你对她有什么想法 她对我犹如半个母亲 有养育之恩 我不能靠下她 幸好早一步把家里送走了 家里在我这存的钱 这就给你吧 我放在澳大利亚的钱不多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家里需要这笔钱 你先收着 再说也没多少 十几二十万呢 顶什么用啊 我还有一个额外要求 无论如何 一天给我一个电话 报个平安 不要对我撒谎 钱鸿鸣懒洋洋的笑 没那么严重 一天一个可能做不到 但有重大变化 我首先会通知你 放心 问题没你想象的严重 我只是提前做好后退准备 然后才能放手一波 我有计划的 我不能不要回我的钱 柳军下去见钱鸿鸣 一去就是这么久 崔冰冰在楼上很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怕钱鸿鸣问柳军借钱 借钱这种事 以前钱鸿鸣并不是没开过口 而柳军则是什么抵押物 都没问钱鸿鸣要 可今非昔比 今天钱鸿鸣手中的资金链 恐怕是岌岌可危 根据他对那一行当的了解 今天借钱给钱鸿鸣 那几乎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他崔冰冰又不是不懂那一行 可是他难道能冲下去阻止吗 不行 他只能心神不宁的在楼上待着 等柳军捧一只大牛皮纸带上来 将钱鸿鸣的请求一说 崔冰冰一颗心终于放松 脱口而出 想不到钱鸿鸣这个人还真是你好朋友 这事我明天找他解 他说的没错 手续一定要清楚 他这是保护你 我本来想借钱给他 没法给他呀 不行 理智点 现在借钱给他等于天无底洞 不如等他折腾出个结果来 届时你帮他东山再起 也来得及 这一回连崔冰冰都真心的 为钱鸿鸣叹息起来 等将淡淡送上床 崔冰冰也将最近工作中的烦恼 一股脑倒给柳军 这几年放出去的贷款忽然要收紧 怎么能够 这些贷款好多已经被企业挪用 诸如流动资金贷款 给投入到固定资产上去了 收急了 企业只能倒闭给你看 不收又有上面压着 若更是遇到钱鸿鸣那种 手里拿着护照的 逼急了就给你卷包逃出国 留给银行的就是坏账 他是每天提心吊胆 斟酌每一笔贷款的来龙去脉 是收释放 现在银行唯一疏心的事 是对个人的窗口终于不排长队了 因为股票跌得够惨 股民已无心在跑到银行窗口 申购基金 去年是股民开户人数节节上升 银行储蓄步步下降 每天的烦心事都是拦宠 现在是窗口门可罗雀 银行储蓄节高升 他却依然无比烦恼 有时候真想学家力大撒吧 回家享清福 崔冰冰倒了半天苦水 可柳军劝他可以认真考虑退休 他却又不干 并非不相信柳军 而是最担心自己变成家力 崔冰冰心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疙瘩 那就是持有的银行股票还无法随大小飞解净 却眼看着股指日日下跌 账面资产天天缩水 那简直是悲剧啊 好歹在银行里待着 还可以大家同病相连 柳军见了钱鸿明之后 心里就一团疑问 一听同病相连这个词 不禁想到钱鸿明 鸿明从来不把他的烦心事告诉家力 结果到今天这种日子 他还在对家力粉饰太平 最终还是走回原点 与他姐姐同病相连 他此时应该赶紧跑 带上他姐 又不是牵不出去 你真是 他现在跑 卷得走多少钱 他是心不够黑 前阵子还指着到处借钱填补亏空 他相信他的判断 他判断国家不敢一直收紧银根 他相信很快贷款开闸 所以他想维持资金链正常运转 只要过去这一关 等银行有新贷款出来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柳军将上回他与钱鸿明辩解的理由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他心不够黑 他考虑问题倒是很长远 难怪他还守着 而且我替他想想 他现在若跑路 也是心有不甘吧 卷包跑路 才卷这几套自家最不值钱房子的钱 才多少啊 比起过去经手的上一资金 他怎么肯把手 他要不是对贷款开闸心存幻想 早在年初看大事不好 卷了四人看在兵力面上 千方百计借给他的钱跑路 那就光棍了 可惜 我现在是真心为他可惜 他今天 似乎是交代什么后事啊 你说 如果你没见到他的车 我也没下去找他 他还会不会见我 即使见 又会什么时候见我呢 他是不是对于把房子 转让给我这件事情 很是犹豫啊 但问题才问出口 柳军心里已经透亮 他从小跟我扎风头 这家伙 太在意那些义气 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想不开 谁没遇过困难的时候啊 哦耶 弗洛伊德大神 我即使厌烦他 还是不得不承认他有道理 两夫妻说到很晚 钱鸿鸣则是一个人开车 在街上兜了一圈 虽然满心烦闷 还是来到本城最奢侈的会所潇洒 反正是回家也没人 再说 他得让兵力频繁的出现在 某些人群的眼皮子底下 他需要某些效果 还是钱鸿鹰一个电话把他叫走 这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吸进去的雪茄 是什么味道 一天吸了那么多烟嘴巴鼻子早麻木了 他嘻嘻哈哈的跟雪茄房里的朋友说 老婆叫回家了 做好老公去了 心里却是不明白他姐这么晚叫他有什么事 到姐姐家 巨大的书桌上满是账簿 钱鸿鸣不等他姐姐说话 就到 我把没抵押的房子都卖给柳军了 市场价 姐明天跟阿三交接一下 手续一定要绝对正确 这些账别算了 银行贷款不放出来 你怎么算都只有一个结果 吓死自己 怎么办啊 现在债主还没反应过来 但这个月底要给几笔利息 你拿得出吗 要是传出我们给不出利息 我们有几条命可以给人家 我一直在想办法 你别急 不能心急 姐 早点睡 明天出去 你得像没事人一样 钱的事我会考虑 不过 你那还能再借多少 问你那些房地产借的朋友借 最近不是都不敢炒房 手头有现金了吗 我连公司的员工都借变了 人家都盯着我月底怎么付息呢 我愁都愁死了 还有十几天时间 能找钱付利息啊 我现在最怕谁家忽然有急用 问我拿钱回去 可是我一分都拿不出了 姐 镇定 无论如何都不能自乱镇脚 你看我借的更多 不还是 镇定你个头啊 钱鸿英忽然不知哪来的脾气 拍案乱骂 你倒是跟你老婆说镇定啊 你怎么跟我说镇定 跟你老婆不镇定呢 我这边跟人借钱 赔足笑脸 恨不得下跪 你把我借来的钱送给你老婆出国庇护 你把我当什么 你老婆是神仙 我是你们丫头吗 我镇定你妈的 我这辈子见谁了 一辈子给人做牛做妈 钱鸿英不吱声 只是低头听着他姐姐乱骂 最近压力大 能骂出来是好事 他还有柳军可以说说 他姐姐更是没人说话 当然只有骂他 等他姐姐骂完了 他才到 姐 这几天你还是住到我那去 一起住着有个照应 我那高楼保安不错 比你这连排安全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我再想办法 这时候也只能是走一步试一步 今晚就搬我那去吧 我去 你少假行行的 我这一搬走 明天就有人知道 谁知道那些寨主想到哪去啊 你真敢让我搬走 钱鸿英太生气 站起身 姐 萧萧倩儿 我是你看着长大的 我什么人你最清楚 我回家睡觉去 天都快亮了 你也睡会儿吧 这时候再不休息后 脑袋更乱 红鸣 你是不是脑袋乱了 看着姐姐慌乱惊讶的眼神 钱鸿鸣镇定地微笑 我脑袋里的账本 比你桌面上的清楚多了 他微微一撇嘴 一扬脖子 神气活现地开门出去 但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他将头钻在冷水龙头下 足足五分钟 冻得头皮麻木 才抬起来 对着镜子 发了好一会儿呆 回过神 钱鸿鸣立刻打了个电话 给一名寨主 那寨主 大约是被电话吵醒 说话还迷迷糊糊 钱鸿鸣 则是中气十足地道 阿齐 钉梢弄个长相好的 索性让我收在身边当保镖 说完这几句 钱鸿鸣就将电话断了 站在阳台 往下看遥远的地面 不知还有多少双眼睛 关心着这间房子 他忽然想起傍晚 见柳军时候 忘记说一件事 不顾劳累 连忙发一条短信过去 很简单 说件高兴的事 杨巡通过中间人问我借钱 很急 给的利息很高 柳军当然不是擅长 早上起来一看见短信 立刻奔走相告 反而崔冰冰一脸疑惑 借钱不是很正常的吗 高息借款用于转贷 这种事在本地如同家常便饭 大惊小怪的人 才真正有问题呢 柳军找了许多理由 可都被崔冰冰无情否决 他只得善善的做早餐去 可柳军心里还是高兴 实力强劲的杨巡 急于高息借款 他怎么听 怎么觉得杨巡出问题了 完全无视崔冰冰的反驳 然而下午 柳军与全国人民一起 目瞪口呆 心情沉重的 看向四川 趴在网上 一遍遍的刷新网络新闻 获取地震一线发回的消息 杨巡借款这等无关紧要的小事 被他抛到脑后 他第一时间让办公室通知四川籍贯的员工 赶紧打电话回家问平安 好在两家工厂家一家中心 本来就没有几个四川员工 打电话回家也说平安无事 下班时候 崔冰冰打电话来 让柳军若能准时下班 就去他妈家接蛋的 他与钱红英就买房事宜 制作一些文件 可能会比较晚回家 崔家家境小康 手头不差钱 他也想出钱 给崔家换个好点的小区 可是崔家二老不答应 说没那必要 于是二老就一直住在市中心的老小区里 周围步行二十分钟内 有超市 有菜场 有医院 他们觉得 这样的小区才是适合生活的小区 柳军穿越小区傍晚时油烟机翻滚出来的饭菜箱 来到丈母娘家楼下 见丈母娘正好领着一个年轻男子上楼去 他就在后面大步跟上 原来那年轻男子是个破烂王 有偶像 那道路 大家下坡的云 这一集 这个下坡的确言 我认为我认为他在找我 那纯 我们下坡的确言